印尼提前净矿助涅成腰,2020全球涅矿供应或短缺 首上周五印尼宣布将在12月底禁止涅矿时出口消息影响 今日早盘,互涅主力合约延续前一交易日的走势 开盘后强势涨停,达136,960元每吨 涨幅6%,价格刷上市以来新高 今年以来,互涅主力合约一路上行 相继突破9000、1万、11000、12000四大关口 而助涅成腰的,是印尼提前净矿的传闻不断在市场上发酵 而在当前全球涅市已经出现窄幅缺口的行情下 印尼提前净矿,将会大幅抬升涅价 2014年的净矿令使得彼时的涅价半年内涨幅近50% 华泰期货同样指出,印尼提前禁止涅矿出口 未来主要通过印尼涅铁和施法产能来填充缺口 菲律宾供应增量有限 或者检测装起零来布